被爆前规则,又老牛吃嫩草,所以郑爽是来当枪的吗? 还记得之前郑爽被圈内一位女星爆料遭到前规则的事吗? 当时是陈家上导演跑出来手撕了这位匿名女星,说让她站出来对质。 然而这么长时间都没站出来,估计是真的不敢冒泡了。其实外界对他俩的误会还挺大的。 他俩只是合作过一部画壁,现在回头看看,那时候的郑爽,还挺青涩的,因为当时的她才出道两年。 这一部画壁里知名的演员还很多,这么多咖喱很不错的演员可以说都是陈家上凑起来的。 邓超,孙力,邹,赵龙,鲍贝尔,严妮,郑爽,谢南,莫小琪,柳妍,还有后来翻红的蓝莹莹。 在合作那一年,陈家上他们还给郑爽庆生,孙力穿白色衣服,右边第二个是蓝莹莹,郑爽后边一排里露出的头,应该是柳妍,片中是其刘海。 陈家上不止给她过了生日,第二年上映还转发粉丝的微博为她庆祝。 而且后续的几年里,虽然不是每年都有庆生,但总是会记得的。 郑爽记得是每年都祝她生日快乐,私下里可能会联系的。 郑爽记得是每年都祝她生日快乐,私下里可能会联系的。 宣传新剧也录不下她的恭喜。 关系这么亲近,自然会有人造谣了。 最开始还是造谣郑爽会和杨阳一起演陈家上的电影,但陈家上回应过,这个是我自己都不知道。 不过,陈家上最近被人曝光了恋情。 没错,这位年过半百的导演又恋爱了。 女友是一位没什么名气的新人,不过让八爷觉得有趣的是,她也演过画壁,所以八爷突然有一种郑爽被人拿出来挡枪的感觉啊。 好了,不扯那么多,我们来说说这位女友,她叫夏莫乔,1990年出生的,和陈家上年龄相差30岁。 前段时间夏莫乔和陈家上牵着手在香港街头逛街,就被媒体拍到了。 媒体刚刚爆出消息,陈家上这边就上微博承认了,真是响应非常迅速。 她说,我的爱情生活不值得浪费其他人时间。 我俩已经在一起一段时间,我感恩现在的生活,非常珍惜。 其实,在恋情刚刚被爆出来的时候,网友们并不看好这段感情。 因为年龄相差30岁那么多,总会给人一种很功利的感觉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,网友们开始变得特别严格,一点都不接受老少年。 其实跨年龄也没那么恐怖吧?毕竟我们连养成女友都见过了。夏莫乔已经是快30岁的人了,也有自主选择权。 也许是青木陈家上的阅历和才华呢。 说到陈家上的才华,有一部电影我们都看过,所以巴爷对他也是很认可的。 他以前拍过陈学威龙。 陈学威龙的女主角是朱音大家都知道的,那时候的朱音超级美。 其实,朱音就是陈家上在广告片里挖掘出来的,请她来当女主角,又把她拍得那么美,最后就让周星驰爱上了她。 可惜这段感情,没能在陈家上这位红娘的牵线之下长久走下去。 但是,看陈家上对自己恋情的回应态度,感觉她还对感情挺认真的。 毕竟牵着手走在街头,被拍到的几率那么大。 明明可以选择地下恋情,却选择直面感情,也是很值得葬一下的。